她是亚洲第一女巨人,但是她的一生却过得非常的悲惨,能吃饱饭就是她最大的梦想,这个人就是姚德芬,因为得了巨人症,身高一度达到了2米36,如今她怎么样了呢? 1972年,姚德芬出生于安徽的一个小村庄里,家里都是普普通通的农民,姚德芬家里总共五个兄弟姐妹,她排行老四,因为家里贫穷,饿肚子也是常有的事。 姚德芬在很小的时候,饭量就特别大,经常吃不饱,所以能吃饱饭就是她当时最大的梦想。 在姚德芬小时候,家里人也并没有觉得自己的孩子和别人有什么不一样,还觉得她胃口好,长得快,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 但是,等姚德芬八九岁的时候,身高就已经达到了成人的高度,还是孩子的姚德芬身高几乎超过了父母, 尤其在和同学上下学的时候,姚德芬就显得尤为的突兀。 疯狂增长的身高让还是孩子的姚德芬,从小就知道自己和别人是不一样的, 这让她幼小的心灵产生了无法驱散的阴影。 那个时候,除了帮父母干弄活之外,姚德芬都会将自己一个人关在屋子里, 看到别的小朋友在外面玩耍,她也会非常的羡慕,觉得自己非常的可怜。 长期处于一个封闭的环境,这也让姚德芬变得越来越不喜欢说话。 尤其,每当她走出家门的时候,路人们惊奇的目光都成了对她的一种伤害。 等姚德芬长到15岁的时候,身高竟然一度达到了2米, 这也让她在村子里成了一个特别的人。 慢慢的,四里八巷也都知道了,她们附近有一个身高2米的女巨人。 1987年,一名记者在下乡采访的时候,村民们都争相告诉她, 村里有一个非常特别的女孩子,记者对这个小巨人很感兴趣, 于是就对她进行了一次采访,这一次的采访也让姚德芬出现在了公共的事业当中。 报道被刊登出来之后,越来越多的人知道了李巨人的存在。 但是,记者很快就发现,因为长时间的封闭, 姚德芬对外界的关注非常排斥。 之后,父母就带着姚德芬搬到了镇子上,镇子里来了一个女巨人, 巨大的身高很快就让姚德芬成为了镇里的名人, 这让从来没有离开过村子的姚德芬更加的不适应。 而姚德芬的状态也让志强那名记者非常的担心, 于是她决定帮助姚德芬。 在记者的帮助下,姚德芬很快就引起了安徽省体委的注意, 体校还决定特招姚德芬去打篮球, 准备将她培养成中国第二个镇海侠, 而如今的姚德芬在身高这一方面就已经达到了镇海侠的标准。 所以,体工大队觉得姚德芬是一个打篮球的好苗子, 能被选入省体工队,姚德芬的父母也非常的开心, 因为一旦进入了体工队, 那就能吃上由国家提供的免费伙食, 也不用担心饿着肚子。 姚德芬也非常珍惜这次机会, 这次机会让她觉得自己最起码不是一个废人, 可以减轻家里的一些负担。 进入体工大队之后, 姚德芬也非常刻苦地训练, 但是事情并没有大家想得那么顺利, 姚德芬在体力方面非常弱, 稍微运动久一点就会感到体力不支, 所以光是在体能方面, 姚德芬并不能达到运动员的标准。 大概一年不到的时间, 姚德芬在篮球场训练的时候突然晕倒, 队员和教练连忙叫姚德芬送到了医院。 经过一系列的检查后发现, 姚德芬的脑垂体上长了一颗脑瘤, 正是因为这颗脑瘤才会导致脑垂体生长激素分泌异常, 才让姚德芬的身高出现了无法遏制的态势, 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巨人症。 患上了巨人症, 就必须得做手术切除脑瘤。 但是在90年代, 近万元的手术费对于姚德芬的家庭来说, 简直就是一个天文数字, 家里根本就无法支撑起这笔手术费用。 所以姚德芬只能离开体工大队, 离开医院, 回到家里。 回到家之后, 姚德芬依旧会帮着父母做一些农活, 但是这一次检查, 也让本就沉默寡言的姚德芬变得更加的沉默。 姚德芬每当看到家里的兄弟姐妹和其他小孩子都在学校里上学的时候, 都会感到非常的自卑。 好在天无决人之路, 1993年, 一家马戏团的负责人找到了姚德芬, 并希望邀请姚德芬加入到马戏团里当一名特性演员。 姚德芬没有丝毫犹豫, 直接签下了五年的合约, 因为她不希望自己成为父母的累赘。 姚德芬开始跟着马戏团四处表演, 虽然收入不是很高, 但是至少可以养活自己。 姚德芬还将攒下来的钱都寄回了家里, 等到和马戏团的合同到期之后, 姚德芬就回了家, 而这个时候, 她的身高已经达到了2米36。 这个身高可比姚明还高了10厘米。 之后, 姚德芬似乎终于找到了实现自己价值的地方, 她开始主动联系马戏团, 继续外出开始巡演。 越来越多的人知道了这一个女巨人, 又越来越多的媒体找上了门。 1999年, 姚德芬跟随着杂技团来到了广东演出, 自然也受到了媒体的关注。 关于姚德芬的报道已经播出之后, 就有一家脑科医院找到了姚德芬, 表示愿意为姚德芬提供免费的治疗, 这让姚德芬非常的高兴。 最后, 医院成功地切除了姚德芬的脑垂体瘤, 姚德芬在手术之后恢复得也非常好。 但是, 因为这个手术做得太晚, 姚德芬的身高已经成为了她活动的阻碍。 而且, 姚德芬还得了癫痫病, 每天必须依靠药物才能阻止其发作。 姚德芬之前在马戏团表演的时候并没有什么才艺, 只是会站出来让观众们看一看乔克新鲜。 为了增加新鲜感, 姚德芬就去学习了按摩, 经过几个月的学习也算是学有所成。 之后, 马戏团就推出了巨人按摩的服务, 很多人慕名而来也只为乔克新鲜。 但是, 按摩对于姚德芬来说又是一种折磨, 因为身高的原因, 她每次给客人按摩的时候都不得不弯下身。 几个月过后, 姚德芬的身体渐渐吃不消, 只能放弃这个项目。 然后, 姚德芬又开始学习唱歌, 这个并不需要什么体力。 但是, 有一次姚德芬在舞台上深情演唱的时候, 有观众从台下往上扔水果, 其他的观众还纷纷叫好, 这让姚德芬非常受伤, 下台之后就开始哭了起来。 她觉得, 观众看她就和看动物园里面的猴没什么区别。 但是姚德芬也明白, 自己就是借此赚钱, 如果没有卖点, 又拿什么来赚钱养活父母, 于是, 她就继续和往常一样, 跟着马戏团四处巡演。 2006年, 姚德芬正在山东演出的时候, 突然接到了母亲的电话, 这才得知父亲去世的消息, 这让姚德芬非常痛苦, 自己在外赚钱养活父母, 如果连父亲最后一面都没有见上。 再想到家中的老母, 姚德芬直接辞掉了马戏团的工作, 回家陪伴母亲。 2007年, 有媒体建议姚德芬申报吉尼斯世界纪录, 吉尼斯委托安徽的一家医院, 对姚德芬的身高进行测量。 经测量后发现, 姚德芬在躺下时身高达到2米4, 但是站着因为有些驼背, 所以身高仅仅为233.3厘米, 也就是这个233.3厘米, 让姚德芬获得了吉尼斯世界纪录, 成为世界在世的第一女巨人。 因为没有了经济收入, 姚德芬回到家之后, 不得不开始缩减食量, 以前在马戏团的时候, 她一顿就可以吃半电饭锅的米饭, 但是回到家之后, 也就顶多吃两碗饭, 这就导致饿肚肚子成了家常便饭。 因为身高的原因, 姚德芬的脚也非常的大, 鞋子都穿78码, 就导致她在市面上根本就买不到鞋子, 姚德芬只能自己动手做鞋, 一双鞋子穿一年, 有的时候在地里工作的时候, 姚德芬就直接打光脚, 所以, 有一双适合的鞋子对她来说, 是一件非常难得的事情。 在这之后, 德国有一家著名鞋店的老板, 在网上得知姚德芬这个消息之后, 于2006年的9月份, 不远万里, 从德国给姚德芬送来了三双亲手制作的特质大鞋, 这也让姚德芬解除了无邪可穿的烦恼。 2009年4月, 姚德芬不小心在家摔倒, 被紧急送往了安徽的省立医院, 为了让姚德芬早日康复, 医院里的医生和医护人员对她也是尽心照顾, 而在治疗姚德芬的时候, 最困难的地方就是药物的剂量, 正常药物剂量对姚德芬是不管用的, 正常人用一只药, 姚德芬就得用两只, 所以, 用药医生都要根据姚德芬的体重来剂量, 无畏不至的关怀, 让姚德芬觉得非常的温暖。 2012年11月13日, 41岁的姚德芬在老家走完了自己的一生, 母亲一度哭晕了过去。 如今, 姚德芬已经去世了9年, 这位中国第一女巨人, 能吃饱饭就是她最大的梦想, 如果生活在这个短视频发达的时代, 也许可以有一份额外的收入。 对于这样的人来说, 别人惊奇的目光, 也成为了无形中伤害他们的利剑。 对此, 你有什么看法? 欢迎下方留言讨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的